离婚后男人的五种状态,女人们还是了解一下吧 因为经常帮人解答情感问题 经常会有女人离婚后一蹶不振,日渐消沉,走不出来 于是就问我,为什么男人离婚后就过得那么潇洒呢 感觉离婚对于男人而言根本就不是事 一包烟一瓶酒一晚上就可以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婚姻忘掉 真是狼心狗肺呀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答案是否定的,而且是大家的否定 据我观察男人离婚后一般会有以下几种状态,或者心理状态 当然,这里主要讲正常人,不包括人渣和主动抛弃女人的男人 一,消沉颓废,饮酒度日 因为感情不合也好 自己不珍惜也好 最后弄得夫妻分道扬镳,毁之晚意 失去感情的依靠,日常陪伴 男人这个时候就变得很不像男人 失魂落魄,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饮酒度日,淹湿一根,结一根 茶饭不失,生不如死 假如离婚对他打击过大 这样的日子甚至会延续半年 甚至一年 啊,变得寂寞或者饥渴 这是很正常的 再成功的男人都需要一个女人陪他睡觉 离婚后男人夜里孤陈难眠 当然也会有性需求 没人陪伴自然会觉得异常的空虚和寂寞 渴望女人与他欢爱 但是他渴望的这个女人 并不是说要去随便找个小姐啥的 而是他曾经深爱的那个人 假如那个人能回来 就算是躺着什么也不干 或者让他干啥都行 三,逐渐失去信心 过度否定自己 离婚后男人都会有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 一开始可能是怨女人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地开始反思自己 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前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不断地怀疑自己 否定自己 四,对下一任的排挤 男人离婚后很长一段时间 都很排斥找新的对象 因为已经被伤过 害怕被再次伤害 总是在无数的空无一人的夜里 舔食自己的伤口 感觉对任何一个女人都失去了兴趣 除了他深爱过的那个人 想要他缓过来 没有一年半再好不了 所以假如你是女人 爱上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 你需要参考一下他离婚的时间 五,深受前妻的影响 长时间活在前妻的阴影里 这里不是说他对前妻念念不忘 而是指前妻很多行为价值观对他的影响 比如前妻觉得男上女下的关系是很好的 假如他有了新的女人 这个女人觉得男女平等才是最好的 她可以依然觉得男上女下很好 拼命地想要显示自己在任何方面都强于女人 或者前妻喜欢猫 或者前妻喜欢打麻将 不喜欢男人抽烟 不喜欢男人打游戏 任何前妻的好恶都深刻在影响他 假如你是女人 你遇上一个离了婚的男人 不要过于计较他的过去 应该主动地把他带到你的世界来 或者开辟一个新的世界 当然 对于离了婚的男人 我想说的是 客观看待自己的过去 深刻反思 不必过度折怪自己 但要认清自己过去的是与非 以后的路不要重蹈不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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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住手